未来激光武器成为革命性武器 魏和俄专家认为决定权在中国手中 与20近期的消息说明一切 尽请关注 据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议社的消息称 军事专家赛维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认为 在不远的未来 中国或者美国所拥有的激光和微波武器等定向轮武器 拥有在未来改变游戏规则 以及成为革命性武器的巨大潜力 为此美国军方在2017至2019参见期间 将用于此能力的支出提高一倍以上 从5.35亿美元增至11亿美元 而其他国家也在对该型系统投资 但能否成功改革最终的决定权 目前还在中国手中 实际上因打击的速度和精确性高 能够按比例放大打击效果 发射费用低廉 隐身以及能将其用于非致命目的 例如压制或致盲敌方系统等 以及具有其他优点 激光武器确实比传统武器具有更高能力和优势 尤其是当需要远距离的精度时 激光武器无一不是首选 而当需要将能量传向更大范围内的大量目标时 微波武器会更为有效 所以激光武器未来能否成为革命性武器 其实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但俄罗斯专家为何会说 这个决定在我国手里呢 据了解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 在激光武器项目上 也付出了巨大的鲜血 但结果却依然不见如人意 而我国的科研团队 已经在实验室建立了一套战术激光武器演示平台 分析认为我国在激光领域取得的成就 势必会刺激到美国人 因此美国近几年来都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激光武器 而月20近期加装激光武器的消息更是说明一切 我国在激光武器技术某些方面 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美军目前已在两栖登陆线上 试装备了舰载激光武器 并顺利地进行了多次车载激光武器的试验 如果我国在不遗余力地投入激光领域当中的话 可能会出现当年苏联与美国太空竞赛的景象 所以俄专家才会认为激光能否成为 隔壁线武器的这个决定权在我国手里 那么我国现阶段的激光武器究竟有多强呢 能同美国分庭抗争吗 其实早在很久以前 我国就开始研制激光武器 经历了几十年的积累和技术沉淀 我国的激光武器相比于当前 世界上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 可以说是领先世界几十年 美国在这方面也被我国技术封锁 也在努力发展想要赶超我国 这可并不是说大话 根据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警告称 我国可能会在2020年 部署能够对抗低轨道太空传感器的 地面激光武器 其威力足以让太空中的美国卫星 全部失效 可见在激光武器这一方面 我国领先于美国并不是空口说白话